二小姐这套伎俩已经用过一次了 我若是再上当 便是活该 二小姐 恕不奉陪 坐下 什么伎俩 你把话说明白 二小姐方才问我有没有羞耻之心 这种东西 二小姐你自己怕是也没有吧 好啊 既然你让我说 那我就再说一次 好 你说 半年前 七夕宫宴 你姐姐和萧领在宫中相会 携手游园 而你呢 你却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二人 独占萧领 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副 名为杰春蚕的迷药 准备下给冰长小姐 与武殿下萧良 想叫他们二人 生米煮成熟饭 可不曾想 虽有骄兵 若父王经谁提醒 想起你来 把你沙头祭齐 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祝福王经病 你喜欢吃碎一点儿的啊 你喜欢吃碎一点儿的啊 够了 可我刚吃下不久 就感觉投鹰目眩 啊 是 诚 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 你将此事原委告之于我 从此 你就以戏弄折磨我为了 愈发地扭曲恶毒 也行我 也行我 你都做了些什么 所以这一次 二小姐又在这饭食当中 放了什么呀 我什么也没放 是吗 二小姐劳神费力 只为了让我吃上一口饱饭 不行吗 潘台静我告诉你 你想把自己饿死 门都没有 给我好好看着 你肯定老婆